在探追我吧录制现场,高以祥在这里跑道体力不治 举主舞台500米,11月28日中午 东方网纵向新闻记者来到宁波东部新城中央广场 再次试探浙江卫视追我吧节目设置现场 11月27日凌晨,中国台湾艺人高以祥以飞行嘉宾身份 参加由浙江卫视录制的户外竞技类节目追我吧 1号赛道根据关卡的设置情况,全场约1至2公里 嘉宾们需要围绕中央广场的长方形人工池 通过巨型甲虫、时间闸门、风潮重动、摇摆竹林等若干个大型装置 图中还分布着小型变量障碍 记者在现场看到,目前只有巨型甲虫和机甲吊桥这两大障碍设施还保留在原地 根据网传高以祥奔跑时体力不支的视频 记者发现,拍摄角度疑似为巨型甲虫关卡的一侧上坡道 这个关卡与主舞台隔着人工池相对 中间还有一条窄马路 记者已走路时间推算 在没有通过任何障碍物的情况下 距离约为500米